3号深夜花联市一间吊虾厂 惊传有民众 携带枪支入内消费 警方立刻展开围捕 最后在国胜三间 拦停了嫌犯的机车 除了在中性男子身上 搜出改造枪支以及子弹外 还找到了毒品大麻 全身更飘散着浓浓酒味 角色值高达0.39 严重超标 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快下 3号深夜11点左右 花联警分局结果报案 深深在花联市一间吊虾厂内 有人携带枪支入内消费 警方立即展开围捕 最后在国胜三间 蓝厅与范贤特征相同的 双载机车 警方除了在范贤的包包内 搜出一把改造手枪 三颗子弹两枚蛋壳外 还插货两包大麻毒品 全身更飘散着浓浓酒味 酒测值高达0.39 严重超标 那同仁接后报案之后 立即前往现场 并依据报案人所描述的特征 为补兰查 那并在花联市国阵山街上 发现特征符合之中南及温南两人 所以立即向前盘查 在盘查过程当中 在中南的这个随身背包内 朝后改造手枪一把子弹三发 以急发的子弹弹壳两发 另外朝后大麻毒品两包 以南查过程当中 这个中险浑身酒气 遂对其实施酒测 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 前案迅速后 依枪炮毒品 公共危险罪嫌等 移送花联地清除证办 对于枪支来源 中心男子的说辞含魂不轻 警方表示将会针对改造枪支 子弹及毒品来源 以及是否有贩卖盈利等事项 持续追查扩大侦办 记者许立琴 华联市报导